我生命一條而已 我總地收入戶 總地收入戶啦 農民氣憤的向解說員抗議 是希望人好好在原地跟作農作物 求三餐能夠穩保過生活 日顯農民對於國有陳租地方租問題 來到南投林務局大禮堂陳情抗議 希望人解決長久以來的事情 跟我說是我們發明發明 做一個前提 讓我們這些農民沒辦法想外 我想如果在廚家說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農民 今天大家 為了要爭自己的一口飯吃 來這裡來做這個陳情 我想這讓我們的農民換下去 也不是我們國家應該對著人民的台度 農民承諸國有林地 常因不守法規而違規使用 如種子違規的果樹 公僚擴大增建等問題 南投林區管理處秘書表示 未來會持續的輔導農民 以符合租約的規定 國有陳租地的放租呢 到現在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 那因為人員的更迭 或是時空的轉變 都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邀請農民到處裡面來 一方面我們也方便翻一些歷史檔案 然後給農民一個詳切的答覆 那因為這個個案各有不同 它可能是租地裡面的違規情勢 或是它新建的房舍呢 是擴大的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邀請我們處裡面 所有的同仁做一對一的專訪 做一對一的討論 告訴他們現在目前的規定是什麼 然後以後呢可以怎麼配合 以符合租約的相關規定 國有陳租地的問題 差年以來相當困擾農民 都會害怕到時候沒有土地可以跟作 議員廖子佑也希望 權責單位能夠重視農民的權益 事況過境的不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繼續在這裡 繼續在這裡經濟 這都是有農民的困難在這裡 所以說也希望我們任務教單位 和我們立法單位 要去把這個法令做一個修改 讓我們解決到 我們這裡的現金 這裡的成為人 有些管理上的存在 現場可以看到農民對陳租的問題 都還是有相當多的疑問 也期盼全的單位能夠多傾聽 農民的聲音 民意形容中博君草筒長報道